来自地方的故事 首先要带您看五都选举结果 反映出人情的冷暖 在高雄市有一个当了七任 时间长达二十几年的里长 在这一次落选 就把他任内自掏腰包装的 二十盏路灯也拆了 而从选后到现在当地的居民 晚上都必须要摸黑进出 纷纷抱怨落选的里长 实在太现实了 这是11月27号投票当天 民众拍下晚上 左营大陆381项的画面 看得出来小巷子里光线还很充足 但隔天晚上巷子却只剩下 民宅自家的灯火照明 原来巷子里的山长路灯都被拆了 只是说很暗啊 因为我们有时候晚上很晚回来 都会这样暗啊 没有灯真的没办法 真的 因为有的这些大部分都是老人家 老人家你没有灯真的很不方便 我觉得是真的太现实了吧 原来附近许多巷子都小到 无法设立路灯 里长二十多年前自掏药包 在民众的家门前装了简易路灯 里长连任七届 所以路灯也就亮了二十多年 但这次五度选举隔天 林北里像这样的路灯总共二十盏 却全都不见了 李明责怪旧里长实在太现实 里长则变称不知情 不过里民指正立立路灯也确实被拆了 只是也有李明认为当时是里长自己掏钱 撕射路灯 如今要卸任基于维护和安全考量 拆掉也是合理 只希望将来上任的新里长 能够尽快帮他们装上路灯 高雄市政府知情以后也已经到场勘查过 未来会设法协助 记者王杰森蔡明校高雄报道